大气是一个人的气质或气度,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外观表现,是一个人综合素质对外散发的一种无形的力量。 大气不是从小生来的,而是经历生活慢慢培养出来的浩然之气,是一个人对社会,对生活所持有态度的一种意识,是人性的自然流露,装饰装不出来的。 大气是一种深度,别人可以猜测不到你内心有多深,但永远不要让别人对你抱有怀疑和敌的心理,做到真正的大气很难,如果做到就有大格局了。 1965年出生的人牧蛇之命,以四年生人,其性爱和才智,好安排进退,身体交际,有高尚的品质,受朋友好评,但其内心常有阴毒与嫉妒心,只难以保持永久交情,心轻易造多疑之律,而且好色,好与人争论而尝试去好机会。 对此一应要甚戒指,蛇年生人带有勇敢,亲切,但女子善好家事,亦怒短欲,好野汤体,少年云多受风霜之苦,中年云多受女色,万年云渐渐养的幸福渐来,数出蛇之蛇,是佛根火明,为人相貌端正,品性和善,知识救人无功,老板无功,万年安明之命,女人有发达愿,相夫教子之命。 为人迹象端正,能王能武,一生习惯闲适,凡是自己当,早年奋发有心,但谋不如意,终于正如山路崎岖,推车不难,晚景向通,女命一生倾斜,万年发达,夫妻有福助,缘分是中平,子女造生有形,吃生放好,春,下生人知其严绝, 秋,冬初是不靠他人,夫妻生多劳力,夜生想荣华,夫妻生人为八代,六十五年的蛇冷精神者,具有特殊才能,有关确实中的斗志与精神,不会炫耀自力才能而是按自毙力并按照计划,逐步前进,天生感受性及知性很强, 对别人却有善意关怀的应变力强,机率上往往独占先机,梦想以自己力量来创造飞煌腾达的事业,但若缺乏合作精神,而容易失败,沈默挂言不轻易动怒,单是三思而行,是有头脑的知识分子,很了解自己的能力,很重视精神生活,拥有来生的第六感及超人的洞察力,对事物关于判断很强, 医生在财运上非常幸运,从不缺钱用,对金钱欲很强,思路敏锐,虽然生性平淡,但能当机力断速战速决,有头脑,灵感丰富不可思议,进入2018年,1965年以四年出生的鼠舌人如果还在工作的话,事业会出现贵人提携,收入大增,经商人师可尝试扩架自己的事业版图, 获取更多收益,鼠舌的领导人,今年则会出现固执己经营业,听不进去下属,尤其年轻下属的意见,切记独断真行的态度不可取,会打击下级工作积极性,今年容易遭遇经济纠纷,牵扯到大恶投资,买房等问题时,要多与家人讨论, 不可轻易下决定,健康方面,应当少吃糖粉,漂亮以及胆固醇含量高的食物,比如水果,鸡蛋,海鲜等,以免触发糖尿病,痛风和高血压等问题, 中爱饮酒的人饮酒也要节制,以免给肝脏造成太大负担,此外还要少吃隔夜拌菜或过期食品,以免引起肠胃不适,属舌男性应多注意紧身和腰肌劳损问题, 扭性需多注意头部以及妇科问题,生肖舌者富有弹性与灵机应变的能力,同时也善于察言观色,其思路敏捷,有计算头脑,虽然生性平淡但却能当机立断,缺点是独散欲强,有些狡猾和不善言谈交际,特别是男性,事业欲望,商机多,需要有个系统性的计划,逐步介入,逐步完善,不能谈多, 而造成精力和财力上的失控,在合作和合资方面需要慎重,由于今年财运旺盛,势必会造成应酬多,容易出现财来财去的现象,所以要克服局荣心,不做无意义的精力和财力的付出,好财运并不代表一定能在今年大富大贵,好财运更需要一个精明的规划去实践, 借此进入经济上良性循环的家境,正是因为65年,属世人一生做事非常的理智,早年他们虽然遇到的挫折和困扰比较多,但是同时他们不服输的精神,也会给他们带来很多惊喜, 他们能发现商机,往往能走在别人的前列,聪明而且好学的他们能够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,在终来年过后便能找到方向,只要65年属世人不断努力,做出一番事业,并能串购一辈子的钱,来年能安享幸福,子孙满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